带来OPP什么 或者说明会当中成交 或者是你借由有经验的上线来做沟通 那真不行的话 你用一对一 我说为什么说会做跟不会做的差别在这个地方 好停 看到了这边了 我想说不会做的人 各位看看 不会做传销的人 他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 谈case叫做能够一对一谈完的 我就自己谈掉了 谈不起来的才讲说上线快救命 上线也A不起来的 在A到会场里面来A 所以他的先后顺序叫一二三 我告诉你 到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第一个你会场绝对乱不起来 因为你会场人不够多 第二个你很多伴 就算你一对一谈成了 他不一定会来做 因为他没有来会场感染 所以你很多消费者是都没有来公司 也没来组织 你就觉得我组织怎么都乱不起来 可是真的会做传销的 他知道一件事情 大家时间很宝贵 所以第一个 我能用会场谈一对多 会场感染力强 就算再麻烦我去 一对一把他带到会场里面来 我用会场 将来他进来的时候 才有办法变成事业型的对象 而且我的伙伴都养成 带人来会场 我将来时间才能够 才能够轻松 我一次会场就帮我三条线 十五个伙伴一起谈 如果今天你伙伴 没有养成会场运作的习惯 很多领导者 你只要两三条线 你开始当中就没有什么 自己的时间 每天光陪你两三条线到处谈 你就发觉到时间都浪费掉 那偏偏你的下线又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叫做什么 叫做开线遍地开花到处乱开 台北一条 台中一条 所以每个领导者你就发觉到 你全省当中寻啊 你寻完之后 没有一条能够落地生根 每一条线当中 你没有一个礼拜 有两到三天时间盯着他 老师这样的起不来 很多在座比较资深领导者 就有经验 一开始当中 一定会选择一个主战场 我的主战场可能在台北 我第二次战场可能在中立 我还可以勉强顾得来 除非我台北的伙伴有独立的 或者是说 今天我不在的时候 有人可以运作会场 我才有办法在台中再开一条线 听懂我意思吗 你每一个地方都有线 他们都不能独立 第一个你会每天贫于奔命 然后每一天都在救火 你去了台中 台北跟高雄就讲 上线快阵亡了 你得快去救火 救了时候当中来 台东又讲 我不行了 听懂我意思吗 然后等到你台中救完了之后 台东的跟你讲 上线祝福你 我先走一步 对不对 然后当中你到了台东的时候 当中你又觉得 我要不要游去蓝蓝语 听懂我意思 你就发觉到 你这伙伴到处乱七八糟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经营者 你没有办法给他雇的时候 他会闪掉 你说消费者还OK 有时候我今天到 刚刚到今天当中 回娘家到高雄去 我消费者分享产品 消费者用得好 我电话联络 我来看一下OK 你真的想做的伙伴 老实讲实在话 你一个礼拜 没有两三天有会场 或是跟着他一起在运作 伙伴很容易怎么样 冷掉 冷掉 听懂我意思了吗 就当时很有信心 当时很想做 可是遇到问题 你刚好那段时间也不在 过了一个礼拜 他想要算了 反正就不要做 就冷了 所以很多领导的人一直烧冷线 你每次去就是 你根本没有在带他做业绩 你都在激励他 他每次快不行了 你只好去救 救好了的时候 你一回来又不行了 所以你发觉到 你每次都是怎么样 去泡一堆尸体 听懂我意思吗 你一直帮尸体给暖一点点 让他活过来 活过来没多久你又走了 所以一开始战线不能拉太长 老实我跟各位讲 很多下线当中也是一样 你的上线 虽然它的功力很强 可是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的组织组会场 譬如说是在板桥 好在中和在哪里 OK听懂那叫组会场 然后当中我有个次会场 距离不能太远 我可能有个组会场 次会场 直到你的组会场 煮火炉烧到很旺 我不在其他这几个领导者 也能够运作得很好 我才能再有一个新的地区 听懂我意思吗 一开始当中拉得太闪 老实跟你讲你真的做不起来 你很容易一闪生 这边就没了 所以那些人不是说 他不是对的人 是因为他在不对的时机进来 你没有多余的力气去照顾他 如果他万一当中 在你比较空的时间进来 那个就起来了 对不对 就像有些小孩 为什么不能够一次当中生八个 因为你照顾不来 讲你这种意思吗 OK好 有的妈妈不一样 就是一次生八个 一次把他养大 将来就轻忠 那是不同的 对不对 我是讲的是我妈的原则 我妈原则是生我哥 生我姐 他们两个差两岁 生完之后当中 隔了13年就生我 因为他觉得一件事情 生了之后可以叫我姐 跟我哥照顾我 其实不是 原因是因为我爸跟我妈两个 把他们两个都养大之后 觉得很无聊 所以再生我来玩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从小因为被这样玩 所以长得有点像玩具 其实我爸很高的 OK 是我妈害的 我妈只有150公分 OK 对啊 我是平均 所以我爸是200 200跟150 平均是175 OK 好啦 开玩笑 讲听懂我意思了 所以你的伙伴当中 他的沟通方式 对不对 各位决定了关键 所以真的会做的 叫能带来会场 先带来会场 不能带来会场 才用ABC 如果有些人当中是真的 跟我很好的朋友跟我讲说 你要跟我讲产品可以 你来找我 但你不要带一些 很奇怪 你们那什么上线领导者 什么摸老师过来 我跟你讲 你不要过ABC 我被A了很多次 我已经被A了18家 你不要再来A我 有没有这种人 有 他就摆明的跟你这样讲 听懂我意思吗 那这个时候当中你怎么办 你也没办法用ABC 你只好用一对一 但不是一对一谈可以死 一对一去暖身 谈改变 谈感动 听懂我意思吗 谈那个你的上线 或是你的组织对你的影响 然后谈完之后 他有感觉带会场 或带ABC 一对一只是用来做暖身 或是一对一只是用来做TR 一对一 你自己在谈case 很多伙伴都很喜欢自己谈case 谈完了就没了 也许有些伙伴是 奥不过你之后跟你买 买了之后再也没出来过 甚至有些人跟你买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寻求一个解脱 我有跟你买咯 你不要再来找我咯 各位真的有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讲实在话有些伙伴 你不要说到我们在做主持 或者是在销售产品 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买东西 你有时候跟人家买 原因是什么 就是我跟你买一次 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达到 打动他的感觉 这是在运作的时候 我发觉很多伙伴没搞懂得 所以你说会做传销的人 当中他知道会场是操作 最重要的关键 不会做的人当中 永远想着一件事 散出去一对一 所以有业绩 但是当上线会发觉 最痛苦的是什么 看不到人在哪里 相信有业绩啊 看不到人 你问他说 你都有业绩 那些人呢 怎么没有带过来给我谈呢 搞不好他们要做啊 上线我跟你讲 他们不会做的啦 是不是 我都跟他们讲过 他们都不要做啊 亲爱的 不是人家不要做 是被你的伙伴讲到不想做 他的功力不够 听懂我意思了 在运作一定要搞懂这一点 好 这是我们所谈到 第四个运用正确的方式 第五个当中 各位记下来 给予明确的跟进方法 你伙伴要怎么样 给予他明确的 给他明确的跟进 跟进 他谈完case之后 我们成交了 后面他怎么跟 很多伙伴当中 明明是我们当上线 A角色都谈完了 谈完了之后当中 你的伙伴不会跟 有没有听懂这概念了 所以你要让他知道 跟的时候当中 好来 各位注意到跟进 第一个 你要让你伙伴在跟进的时候 知道什么 跟进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跟进 跟进第一个 你要让他知道 要说什么 对不对 譬如说要肯定 对方昨天的决定 啊 真的很高兴 你昨天来听完之后当中 立刻当中怎么样 接受我们的产品 我告诉你 你使用了之后 当你会发觉到很短时间 就感觉到我们的产品 效果真的非常棒 是不是 你要告诉伙伴 跟进的时候 要跟他的客户说什么 有没有听懂啊 第二个要跟伙伴讲什么 叫做除了要说什么 第二个叫做不能说什么 有人为什么明明当中 上线都讲好了 下线一去跟就跟死了 因为他说了不该说的东西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有一些人去 因为昨天我们通常在成交的时候 有绝大多数的客户 是那种半推半就 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又很有心 想要又想买 可是又怕没效果 就在那边挣扎 犹豫 考虑 担心 就上线当中 一刀切下去当中就成交了 成交第二天跟进的时候 你只要加强当中 我知道你觉得听了之后 很有感觉 你相信你的决定 一定是正确的 不用担心 一定会有效果 你只要加强就好 可是有些人去的时候 你发觉到那个C 可能就会有一点 我昨天其实也还在考虑啊 可是很多B就开始退一步 怕得罪C 所以想说 其实我跟你讲 那你要是不想买 你就跟我的上线讲不要买 他每次个性都是这样啦 人家不想买就强迫别人 就把上线给卖掉 有没有听懂这概念了 那就叫做 你要让你的伙伴知道 不能说什么 不能说怎么样 没有伤害A角色的话 不能够怎么样说 那算了啦 你就不要用啊 或是怎么样 怎么样这些有的没有 你要告诉伙伴 要说什么跟不能说什么 有没有听懂啊 所以为什么会跟死 一定要记住 很多伙伴就是常常这样 出了错误 如果你伙伴常常跟死人 听懂我意思吗 跟死人不是跟着死人跑 是把人家给跟进跟死 请各位下次你的伙伴 再去跟进的时候 请他把自己讲的话 跟过程录下来 回来听完你就知道 怎么死人了 对不对 最怕的就是死得不明不白 连什么死都不知道 很多伙伴常回来就死人 他就不买了啊 因为他原因了 我怎么会知道 人家就不买 每次只要让他跟就不买了 我一定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你要早点找出死因啊 要解剖 听得懂我意思吗 OK好 这样了解我意思 这是我们讲说协助下线 成交这个第一笔订单 可以吗 可以 可以吗 听懂了 OK好 那如果说这是我们讲到 第三个我们了解的动作之后 第四个部分来说的话 有一些伙伴 新人进来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除了学会观念之外 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做产品的分享 可是很多新人进来 已经经过了三个月六个月 甚至很久的时间 连产品的见证分享 讲的都不够精彩 所以当中很多新人当中 第四个经营的问题来大声告诉我 叫做新人不懂得如何有效的分享 各位听懂老师概念了 他分享不会分享 好 那我们之前就跟伙伴谈到过了 好来看过来了 我们讲说在分享的时候 老师教各位一个东西来看过来看过来 如果说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 你要讲产品见证 最简单的 你要教任何一个技巧 先给他分解动作 对不对 分解动作一二三 所以教产品见证分享 叫做实用前 实用中 实用 哇这么难的问题都回答出来 太棒了 好开玩笑 来看过来 那我们在讲的时候 老师之前是不是每一次 我都举同样一个例子 我都举说 假如现在我有一样产品 帮助我改善偏头痛 对不对 曾经有偏头痛的伙伴 举手让我看一下 谢谢 请放下 偏头痛怎么痛 谢谢 偏头痛是偏的痛 谢谢 很感激 因为他叫偏头痛 不叫正头痛 了解 偏头痛痛起来什么感觉 就很痛 你好优秀 偏头痛当中 好来我们这样讲 偏头痛 有这样说 老师痛起来当中火气很大 痛起来想撞墙 有人痛起来想跳楼 是不是各种状况 先听我讲 假如我现在之前有偏头痛 我要讲产品使用前 我有偏头痛 我说当中很多没有得到 偏头痛的人 不知道偏头痛起来什么感觉 很觉得偏头痛就是痛吗 又不会要人命吗 你没有得过偏头痛 你不知道偏头痛起来 是什么样当中 追骨明星的感觉 很多偏头痛刚开始 是你觉得头当中 可能在某一个点 或某一个方向 开始有一个地方在痛 痛的时候刚开始 不是很强烈 是那种短暂的抽痛 对不对 但抽痛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慢慢那个点会扩大 扩大了之后当中 有时候你就觉得 让你自己心神不宁 那你想要用手去掐它 你想要去掐的时候 又掐不到那一点 然后痛的频率 会慢慢的怎么样 不断的放大 放大的时候当中 甚至有些人 偏头痛的时候 会突然出现想吐 有人偏头痛的时候 当中会突然出现 头好像分成里外 两个头不是自己的 然后腰区好像 头不在那个地方 有时候痛起来当中 来火气非常大 那女儿跟你讲说 妈妈不要吵 妈妈不是故意 要跟你生气 是在痛起来当中 没有办法专心做 任何的事情 有时候痛起来当中 哇整个头痛 头痛欲裂 想要撞墙 想要跳楼 想要任何事情都做不下去 对不对 那很多甚至偏头痛 痛起来当中 不是痛一两分钟就算 是一天痛起来当中 痛它七八个小时 连续在痛 痛起来当中不是 只痛一天 是一个礼拜 七天无止境的痛 痛起来当中 不是痛一个礼拜 是一个月四个礼拜 没有停的痛 痛起来当中 是一年当中 十二个月在痛 而且从过去痛到现在 痛了七八年 每痛起来的时候当中 觉得算了 刚刚就跳楼算了当中 一直要让它痛下去 听懂我意思吗 痛不痛 你要讲到食用前的时候 你要把那种当中 很惨的那种状况 生利其境的讲出来 你知道很多人在讲 这产品健身 为什么没有感觉 他在讲他食用之前 讲自己的问题的状况 都讲的不痛不痒 我本来是身体健康 情况不好 你要讲身体健康 情况不好的时候 第一个痛起来 或是身体不舒服 是什么感觉 或是很多要讲到 不是只有身体上的疼痛 当身体健康失去的时候 很多人对未来 是没有任何的希望 所以你会发觉到 身体越不好的人 他看很多事情都很悲观 各位听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觉得人生没有希望 我看在小孩当中 什么功课很好 看在小孩当中很努力 看在小孩很乖 那人家看的时候 觉得很欣慰 我不会很欣慰 我心里只想一件事 我能陪他们到什么时候 对 小孩那么乖 我能再陪他们几年 对不对 老公赚了钱也不会高兴 因为反正将来也不是我的 只是等到别人享用 对不对 各位听听老师概念 有些 你说我们讲 我们讲说我们觉得很好笑 但是问题真的的关键是 当失去健康的人当中 他对未来都是从悲观的角度去解释 所以他为什么这个担心 那个担心 对不对 很多讲一件事 你讲说看电视人家在笑 看完之后当中没什么好笑 为什么只想到悲惨的自己 对不对 那甚至我们讲 那个皮肤不好的 身材不好的 人家使用之前 人家讲自己没信心的那种感觉 以前年轻的时候当中皮肤好 或是年轻时候身材妖娇 走在路上人家看一眼就讲说 漂亮喔 很有自信 对不对 现在人家看一眼就想说我哪里不对 他是怎样 太胖了吗 还是怎么样 走路当中突然怎么样 生出火来 对不对 我刚刚开玩笑 类似这样的部分 你要把你使用之前的时候 你遇到的状况 你要描述的够深刻 可是很多人在讲产品健身 为什么没感觉 你有没有听 很多人在讲 我在产品使用之前的时候 我身体状况很糙 但是我用了之后就好了 我之前很胖 用了就瘦了 我之前皮肤很差 用了就美了 因为讲了半天 都听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嘛 各位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你要把你的在使用之前的那种状况 描述的够深刻 挖的够深 听的人才会感同身受 他觉得对 我也是这样 有没有听懂 好 各位跟各位整理 你说老师 好了 那是使用前 那使用中 使用中 你现在跟消费者在讲 或者在讲见证 底下一堆伙伴在听 他们的心里是什么 他们心里绝对是排斥怀疑 犹豫 根本都不相信 你要怎么把你当时 从不相信到相信到接受到投入到热爱 整个心路历程讲出来 所以当我很严重的偏头痛 本来我的朋友跟我分享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一句实在话 我压根不相信 他在那边喷口水喷了半天 我心里讲听你在放屁 对不对 为什么我偏头痛当中来说 不是痛一两年的事情 什么当中药没有吃过 刚开始吃普拿吞 吃半科 后来吃一科 然后后来一把吞 对不对 痛起来的时候 什么科没看过 精神科 神经科 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只差没看妇产科 对不对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之后你跟我讲这个产品 什么产品用就有效 见鬼了 如果有效的话 医院都该倒闭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奇怪 我不是当中没有去尝试过解决 你跟我讲这个有效 可是人有时候生命很奇怪 常常你一个生命的转折 就在一年之间 所以佛家宇当中叫什么 叫转念及菩提 对不对 当我当时那样的感觉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突然发觉到一件事 对呀 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当中 有时候不能太贴耻 比如说他之前 身体状况不好 我的确看他 好像用这个产品之后 变得比较少感冒 然后我也到尝试想说 抱着怀疑心态 到他们会场去听 到会场听一听 听到很多东西 看起来就勾矣 人很老实的人 但他们分享出来很多见证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骗我 可以接受 两个人骗我可以接受 如果大家都是骗子 好像不太容易 而且这家公司当中 不是怎么样 刚开始他已经当中 有很多的消费者在使用 那我觉得一件事情 我看一看他的成分 我觉得是天然的 我看一看他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我觉得用了 搞不好当中 就解决我多年遇到的问题 如果用了没有效 就当做我朋友做生意 给他同工厂 又怎么样 又有什么呢 是不是 也就在那个当下当中 我做了这个决定 可是我那时候 根本不抱着任何的期望 那也就开始用这个产品 用这个产品了 知道有一天的时候 因为我很喜欢唱卡拉OK 我就跟我朋友去唱卡拉OK 唱了那天 就唱得很开心 从下午一点钟 唱到晚上九点多钟 唱了九点多钟 唱完了 我们去吃宵夜 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我就问我说 你今天很怪 我说今天怎么怪 唱得不好吗 他不是啊 你今天都没有头痛啊 他没讲我没想过这件事情 今天唱整天没头痛 我平常说 一天大概痛七八个小时 所以当中很少 有那么长一段时间没有痛 他一讲 我才想到今天真的 好像没有偏头痛 而且好像满满多天没有头痛了 那我就会那时候就想 想那时候也不记得用了什么 那时候也没有特别 去想到产品的事情 我就想一件事情 对为什么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没有偏头痛 是气候的关系 还是年纪大停经之后 也就不会痛了 好开玩笑 小块想说片头痛好像跟停这个没关系 我就开始仔细去思考 到底我做了什么跟过去不一样 为什么我片头痛真的有效的去改善 我才默然想到 我用了这个产品 本来当中也没去真的用心去了解这个产品 但是真的因为当中有效的去改善 我就变得特别想去研究 我的个性当中就是那种很铁齿 但是又怎么样 遇到一件事情 我就想要追根究底 打破砂锅 问到底 我觉得产品当中很神奇啊 为什么用一用当中来说的话 我的片头痛就有效的改善 我变成开始 他们公司只要有任何的什么保健讲座啦 或者什么任何的医学讲座啦 什么东西我就去听 听完之后才觉得这个产品真的不得了 那产品当中它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 听懂这概念 我在使用中我怎么谈到我从犹豫 从怀疑 从排斥 从拒绝 从拒绝 到尝试 到尝试之后怎么接受 怎么认同 然后在使用后改善了之后 我去了解这个产品 我是不是带出产品的特性 有没有听懂啦 有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标准的产品见证 所以要跟各位讲的是 很多上线 你现在讲熟了 你很会讲这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你要问自己一件事情 为什么你那么会讲 你交给你下线 他不会讲 因为你没有整理成一个模式 你没有整理成一个模式 很多半上台讲产品见证的时候 你给他五分钟也好 十分钟也好 他都讲不到重点 有没有 有些人上台给他十分钟 产品见证 讲一堆有的没有 我都没讲到重点 讲到重点的时候时间到了 他光讲谁介绍那个产品 就讲了八分钟 我跟他讲那个产品 就是我那个阿易的婶嫩 那个婆婆 有没有 然后那个本来住在南投 后来搬到高雄 后来又搬到花莲 后来搬回台北 有没有 那天我去他家看那个小孩 我跟他讲到那个小孩 就是我的那个小孩很不乖 有没有 他就学校念书的时候怎样 有的光讲 谁介绍给他那个细说从头 就讲了一大头拉土 然后等到讲到产品改善的时候 当中时间到了 两种情况 一个说那反正用了很有效 谢谢下来了 他在讲什么见证 拔辣 对不对 另外一种就是 好啦 他讲到主题的时候时间到了 后面跟他比手势 他死不下来 有些人是只要拿到麦克风 之前讲说不要了 不要不要了 一上去之后再也不下来了 听懂我意思吗 比手势 比手画脚 感叹都没听到 连主持人站在旁边 再给我三十分钟 看主持人口吐白诺 是不是 那现场很多的新人 你又不能够硬给他逼下来 光讲他讲的大家都快疯掉了 他一直讲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告诉你 我们产品真的很好 不过虽然他真的很贵 有人就专讲一些那种奇怪的话 可是你没教 你不能怪他 他没有概念 甚至很多人不知道 他讲那些话的时候当中 对伙伴会造成什么伤害 对不对 我对我们产品真的很有信心 我跟你讲 我分享加入到现在 分享十个人 没有一个人接受 但是我还是相信 总会有人接受的 然后事后你跟他讲 你怎么讲这样的话 他讲说没有啊 我有说十个不接受 但终究有人会接受的 我很正面啊 你干嘛说我讲不对 你听老师的概念 可是他跟一堆人讲 分享十个没一个接受 那些人都讲说 让我不要做了 很多伙伴他不懂 你没有教他 什么可以讲 什么不可以讲 该讲什么怎么讲 让他上去讲的时候 当中对他就是一种伤害 对主持人也是一种伤害 不交而杀之为之虐 听老师的概念了吗 所以当上线你要去教 你要给他一个标准版本 你要让他知道 至少怎么样讲 可以讲到80分以上 我觉得那种东西就是一个 当上线或当讲师 或当你组织 当领导者 你要教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般讲说 这个产品见证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看到 您的讲义上面当中 这个产品见证分享 是不是分成上线